嗨,大家好,我是阿祖 最近又到了几个新玩意儿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起简单的开箱 来跟着我一起看看 多些什么大宝贝吧 首先登场的是 来自i8 twice的小萌头雕 一共提供了五种款式 组装我的这款是B款 那B就是双马尾的造型了 其实其他的几个发型也还蛮不错的 奈何财力有限 咱们就来看一下 我的这款B款 它的表现如何 为此我准备了一个自地的素体 来配合这一款小萌的B款头雕 素体是TBL的某某110素体 看上去还是挺有肉感的 头雕也能完美的契合在 钢骨包胶素体的上方金属球关节上 首先来说一下我的主观感受 它算是长得比较标致的类型 也可能是很多网红脸的范本 整个头雕都带有面装 特别是在眼影部位 粉粉的看上去很是可爱 嘴唇部分也有做高光体量 看起来噗零噗零的很是水灵啊 眼球采用的是可动眼的设计 头发在出场前已经事先为我们玩家打理好了 后方的双马尾靠两根皮筋扎着 前方的刘海应该也是使用了发胶提前塑行了 所以可以免去自己打理的困扰 总之对于它的颜值表现 我认为这一款双马尾真的是打大的一赞啊 那为了更加方便的调整它眼球的位置 采用了磁吸结构 是这样打开的 后发和前脸就分开了 此时呢 其实产品中有一根小棒子 但我觉得用咱们的手指啊 也能够调节 所以我们就先调整一下 你看 把眼球调整到斜式的角度 是不是突然有神了很多 那安装起来呢 也是很方便的 这样套起来 再将小萌的整个脑壳给吸回去 就安装固定完成了 虽说整个面雕与头发之间有明显的过度 但是也能够把它理解成 头发扎起来的发际线 对吧 并不突兀 OK 那么这样看起来 咱们的小萌是不是又更加好看了 有没有啊 总之组长对于这款小萌头雕的表现啊 是非常的满意啊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感觉他做的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里面讨论啊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前些日子刚跟大家分享过的 卓越级甲斐之虎 它的另外两个版本 分别是 银虎 还有 黑虎 给大家看看 这两个异色款的漆面表现 那在玩法和配置方面呢 是与咱们的红虎一模一样的 纯粹是颜色方面有点区分 黑虎的配色方案 大致是延续了 之争级黑虎的配色 看上去会有点更沉稳的感觉 而银虎呢 则是一个全新的新规配色 之前并没有做过任何的参考 也算是很新奇的体验 看上去的颜色啊 也不输黑虎 主要以银色 香槟精 还有蓝色为主 那像这样的大面积金属色 它带来的观感也还是蛮不错的 看起来会比较精致一些 那在武器部分呢 两款的辅刃颜色也是有所不同的 黑虎采用的是红金配色的方案 而银虎这边则是采用了香槟精 作为辅刃的颜色 玩法嘛 跟红虎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也就不多做介绍了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款异色款的颜色 到底是怎么样的 关于它俩的获取条件 似乎是在小虎的产品中 会有一个神秘礼盒 这个神秘礼盒里面 有几率开到这两款的兑换卡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获取方案 我也就不清楚了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款2000块钱的 METAL BUILD 兰斯洛特阿鲁比亚 说实话 这款产品的卖点还是挺多的 特别是它帅气的武装 全部搭成之后 可以与我之前入手的红莲 凑一对 再加上呢 此款MB的造型 那是真的帅得突破天气 漆面涂装也是非常的耐看 那在它的部分 奶白色的部位 也就是偏黄的位置 它加了一层偏光涂层 在正常的光线下看 它是一个偏黄的白色 类似米黄色吧 但你只要给到它一定的光 就会有这种蓝色的光芒出现 看起来很是酷炫啊 再加上它全身的大面积金色 也采用了两种金作为分色 然后外露的金属骨架 真的很华丽 看起来 它的上半身哪哪都好 它差就差在这个脚踝关节啊 在我刚拆包的时候 我就直接无语了 一怒之下 直接用螺丝胶给它固定一下 那问题就出在 它这个脚踝关节 做的是一个双段的轴形关节 然后双段的轴形关节呢 里面用的全是这一种 空心装 这空心装 它有一端是没有咬合住的 所以说 在你活动过多的情况下 它肯定会出现松动 然而我这款产品 在刚开合的时候 两只脚就很松很松 无法自主站立 然后有些朋友问 后面有这个引导轮 也就是轮滑一样的玩意儿 能不能作为一个支撑 我想告诉你 这里面其实也就是一个 金属的球形关节固定 它起不到什么支撑作用 你说这财团做MB系列 都做了这么久了 到现在还整不明白 一个脚踝关节吗 你就不能在这里面 做两个赛钢配金属的 齿轮关节吗 非得搞这样 哎呀我真的是无语了 搞得我一点 想做视频分享的欲望都没有 那么如果你跟我一样 买到了之后 发现脚踝关节很松的话 可以滴一滴 中强度的螺丝胶 然后放置一个晚上就好了 它会恢复如初 变得比较紧实 总之呢 这款产品啊 它的造型和玩法 确实可以 但是 部分关节 那是真的松 所以在我看来 这款产品也是有一个致命伤的 真的是有点遗憾 白下了这么牛逼的造型啊 但如果你是一个上支架展示的玩家 那这个脚踝的松动问题呢 对你来说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惧啊 冲还是可以冲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简单的开箱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最近我到手的几个玩意儿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 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啊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Ciao